好 那我们现在呢 又要来看到另外一篇新的文章咯 那这篇文章的话呢 是在讲一个也是很 大家很关切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睡眠的问题啦 OK 好 那其实这一篇文章应该不是算是很难发挥 因为它已经帮你讲得很清楚 第一段写说 缺乏睡眠 哦 有红色的 缺乏睡眠呢 带给你什么样的困扰 第二段提供呢 如何才能使人睡眠充足 睡得好的建议或诀窍 好 那老师还是建议你就是说呢 能够怎么样 能够从所谓的personal experience 出发其实是最好 OK 不要呢 讲了一些很笼统的东西 而是呢 从你自己呢 如果也曾经 睡眠不足的时候 或者是失眠 或者是当然是这么年轻 最好不要失眠 好 但是呢 如果睡眠不足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那睡眠不足的话呢 你在文章里面用到啦 好 所谓的sleep deprivation 很好 OK 好 或者是呢 loss 或者是 lack of sleep OK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 好 那呢 你讲到你的经验嘛 好 然后接下来再提供了一些 你自己觉得还蛮有用的一些呢 比如说可以睡眠充足 或者是呢 可以睡得好的一些suggestions or tips OK 有些suggestions or tips 这样子的话呢 应该就可以写得还不错 好 那重点就是在于说 你有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这个经验描写得生动 好 而且呢 两段能够互相的呼应 好 缺乏睡眠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呢 用了一些方法睡得好的话呢 好 又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呃 比如说你的这个生产力会增高啦 好 记忆会有进步啦 什么之类的 好 OK 好 那呢 两部分也可以再去做一个呼应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文章就会更加完整啦 好 那所以呢 这一个解题的部分我们就先看到这边 好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你的文章的部分 好 拜拜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你的第一段哦 好 那第一段的话我们当然就从主题句 最关键的主题句开始 好 你的主题句说 There are more stressing schoolwork in modern students 嗯 这句话我是觉得你可以没有一定要这么写 因为我不太清楚你为什么要这么写 OK 呃 这是指说在现代学生的里头 好 身上有很多的这样吗 有很多的stress and schoolwork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直接讲说 students nowadays was modern No we don't say modern students we would say students nowadays have more and more stress and homework 或者是and schoolwork and I'm no exception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你用这个there are是指说在哪里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地方你用起来会怪怪的 所以可以改一下 As a high school student in Taiwan I face an extremely heavy academic workload 嗯 这句话就蛮好的蛮清楚的 As a result I have precious few hours every night to 这个in which啊 in which是不必要的 因为你后面并没有一个句子啊 对不对 你后面有没有主词动词啊 并没有 你有一个这个to get 但是你的主词咧 如果你要说in which的话 你要说in which I get 对不对 而不是in which to get sorry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直接把这个in which去掉 其实意思不会有问题 所以你就说 precious few hours to get some shut eye 那shut eye这个字不是不能用 不过它是一个比较不正式的字啊 也许你想要换一下不要一直用sleep 因为这句话 这一个文章里面大概会一直出现sleep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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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但是呢 嗯 其实你可以说to get some rest 对不对 好 shut eye这个字毕竟是比较不正式的 and I'm usually suffering 呃 这边的话其实可以不用用进行事 为什么要用进行事 呃 这个有点疑惑 如果你用进行事的话 你说I'm always suffering I'm usually suffering 这怪怪的 你可以说I usually suffer就好了 I usually suffer from sleep deprivation to some degree once I burn the midnight oil till the wee hours to prepare for the test and I couldn't concentrate at all ok 好 这边的话 要不然的话你就把这个句子在这边断开 用句点 好 要不然的话记得加连接词 and 或者是so 或者是 well therefore 或者是as a result ok for as a result好像不久前才这边才用过嘛 好 要不然的话你就跟这断开 要不然你就说so 或者是and I couldn't I couldn't couldn't 后面concentrate 就怎样圆形咯 所以I couldn't concentrate at all tomorrow 这边就犯了一个一般同学很容易犯的错误 因为你这边并不是在今天讲明天 如果你是在今天的这个立足点讲明天的话 你就可以用tomorrow 如果你不是在今天这个立足点 而是你前面讲到的once 对不对 好 那你如果是呢在once的地方在讲的话 你要讲什么 你要讲第二天 the next day 对不对 好 你要讲说呢 第二天 couldn't concentrate at all couldn't concentrate sorry couldn't concentrate at all the next day ok 这样清楚吗 你如果立足点是在今天 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 明天我又要干嘛干嘛干嘛 中午又有一个开会 点点点 ok 好 但是这边的话呢 是指说第二天这样子 ok and even nodded off in class 没有问题 additionally 嗯 这边这个additionally啊 感觉上好像 嗯 怪怪的 ok 要不然你就用besides 为什么会觉得additionally怪怪的 好像是说 额外的 好 你又 嗯 又又又又又有什么事情一样啊 这样可以 好 又有要 要去做什么事情这样可以 但是这边的话你 呃 用besides也可以 或者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更好 就是what's worse 因为这边的话你讲的都是一个 比较不好的效应嘛 好 因为睡不饱 睡不饱而有个不好的效应 所以你可以讲 what's worse I had to spend more time time on 一般来讲我们就不要用啦 好 你就说spend more time compensating my sleep 那这个字用的挺好的啊 好 compensating the sleep thus staying up late isn't really an effective approach ok of learning better 我这边倒是会建议你可以说什么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better learning 或者是for better learning 会比较好一点 ok what's worse ok 好 在这边你有这个what's worse ok what's worse lack of lack of 我们要只用lack of sleep ok lack就可以当名词啊 不要加ng啊 ok 你可以讲 or 或者是the 或者是呢 你就说lack of sleep for long can lead to some pretty sloppy sloppy what 嗯 sloppy是形容词呢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sloppy后面你应该是 又是要形容什么东西吧 sloppy what 或者是你说sloppy mistakes 也可以齁 但是你如果是要讲说sloppy habits ok 好 那你要把它写上去 我写太快就漏掉了 and even impact our health ok对 应该是名字 应该是health and vigor vigor的话你可能就要讲说 decrease 对不对 decrease versus diminish our vigor ok 好 嗯 那要不然的话你要impact的话 你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字 叫做stamina 不过这个字也很难啊 stamina our mechanism of the body 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讲our body mechanism ok 或者是就讲our body就好了 因为mechanism啊 身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mechanisms 有没有 你是念 你是念三类吗 还是念几类 ok 至少你们学那个什么生物啊 什么东西的啊 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mechanism 应该是很复杂很多 所以你这边到底是要指 身体里面哪一个机制啊 会有点不太清楚 其实你就直接讲our body 对不对 好 will work worse and worse 这边有点怪怪的啊 ok 好你可以讲说 或者是你说our body 或者是our body mechanisms 或者是our body functions will 好 越来越差效用越来越差 这个工作的效率越来越差 其实你可以说是deteriorate ok deteriorate ok 好 就变差变坏的意思 deteriorate 或者是worsen 用wors那个字的动词 worsen 这样ok 好 嗯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第一段啊 还把这个 可以把你那个睡眠不足的一个那个 显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呢 描写的还蛮清楚 这还挺好的哦 ok 而且最后你还要讲到整个身体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 嗯 算是有层次的一种叙述法 嗯 很不错 只是呢就是小地方注意一下啦 好 OK 不过呢大体上来讲啊 并不会太差 还蛮好的说实在 好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嗯 我们的这个 呃题目的一个 呃题目的一个解析 还有呢你第一段的部分 好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第二段 拜拜